严肃的外交议题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沙尔曼 好虽然可能就是 大家对他没有到这么了解 但也听过一些他的故事 对我们看到这个沙尔曼 他几乎每次出现在媒体的时候 都是这种 但是你听过他做的一些事情 你就会有点不寒而溺 我就会变三条线这样 对想说 看起来好像很和善的人 怎么敢做出这种事情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曾经这个再先讲一下 他在外交上面有做些哪些改变好了 这个呢其实沙尔曼他最近来讲 我们大家知道说沙烏地阿拉伯 有一个新的外交动向 其实就是跟伊朗复交 那跟伊朗复交我们就是想到说 都是这个北京在后面帮忙牵线 跟这个世仇来恢复邦交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 他是说跟埃及有说要在所有的领域要加强合作 甚至跟他认为是这个敌对状态的一个叫做胡塞的武装组织 有意要来签这个停火的协议 另外呢他还打算邀这个叙利亚总统阿塞德 来参加一个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峰会 这样就可以结束叙利亚这个在中东孤立的状态 这几个转变大家就想说 怎么好像跟沙烏地阿拉伯以前的这个外交政策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对哦光是从这个跟伊朗复交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大家晓得其实沙烏地阿拉伯以前算是美国在中东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盟友 但是哦因为这个油价石油的问题哦搞得有点不是很开心 我们看到是这个去年的十月哦 美国这边呢拜登哦他是希望说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能够保持或者是来增加原油的产量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通膨是一直上升的 那刚好又要其中选举了 当然是希望说油价能够稳定 那这样子拜登有一个这个政策可以让民众 就是至少我民生搞得还OK嘛 但是沙烏地阿拉伯那时候是拒绝他的 而且甚至在这个最近呢 这个OPEC Plus又说要减产 这个完全是没有再给美国面子 而且还是跟俄罗斯一起搞这一出哦 那还有其他这个美国跟沙烏地有一些这个嫌隙的地方呢 是对于说胡塞武装组织啦 因为这个胡塞武装组织我们讲到 其实在很比较早以前呢 沙烏地阿拉伯是蛮讨厌他的 那美国却把他不再列为是恐怖组织 那还资助他 对他有一些什么武器啊 这个资金什么之类的 从这边从美国这边 这个非常美国的手段啊 对从美国这边来 那当然沙烏地阿拉伯就不太开心了 好还有一个还有几点 一个是2014年 美国开始自己有开采所谓的夜盐油 那开采了以后呢 我美国的这个原油本来是要进口的 现在变成说我出口了 那我当然就是跟沙烏地阿拉伯变成是石油市场上面的竞争对手了 这个也是不利于美沙的关系的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2020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跟这个俄罗斯 其实在这个之前的OPEC Plus减产之前呢 他们就有说有一个这个增加的原油产量 那时候让油价崩盘其实也让美国不是很开心喔 所以说感觉起来啦 这个沙烏曼喔 他是在去年他从王储再升格变成了首相 或者是有人称他为总理 所以他现在握有的权力又更大了 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总是笑笑的这个沙烏曼喔 有做过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说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宫廷的世界 可犹如甄嬛传很像宫斗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的老爸是沙尔曼国王 有人又称为是老沙尔曼 那在他老爸还没当国王前呢 这个沙尔曼小沙尔曼 他是被策立为是第二王储 他不是第一 对他不是第一 那时候的第一王储叫做穆克林喔 但是这个穆克林呢 跟老沙尔曼他们是同父异母 他这个第一王储这个穆克林是沙尔曼 老沙尔曼同父异母的弟弟 对那后来呢 他就是因为他这个母亲的关系 毕竟两个妈妈不一样嘛 这个因为母亲的关系 他遭到羞辱批斗 结果他被迫要辞去王储 他就不是第一王储了 其实沙尔曼他就是有一些 蛮介入这个国家事务的 他在29岁的时候他就接任是国防部长 而且是就马上介入夜门内战 当时对中东这个整个世界来讲 是造成蛮大的一个震撼的 还有一个他做的一件让他的堂兄弟 就有点怕怕的事情呢 他那时候就说他要以打贪腐为由 然后他就把十几个他的堂兄弟 都是王子哦 全部挟持到这个Riskarton的饭店里面去 把十多个王子都关在这个饭店 然后还把这个 所以他这些王子的这个 自己拥有的一些部队啊 国家的武力 像是这个沙兔曼的这个军队啊 国家卫队啊 国安内政部 哇本来是三支这个国家武力 是分散给三个不同的势力要平衡 结果通通被他收拢 那这个对财富的这个支配权呢 也通通变成是在他一个人的手上 非常的很会耍手段 功于心计 真的很强 那这个他这个沙尔曼在接 就是开始介入沙兔地的一些 这个外交啊 国防还有内政 他有做一些改革嘛 比如说他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呢 他就跑到美国这边来做访问 那你看迪士尼啊 苹果特斯拉 都来跟他讨论 而且他又好像搞得很西化的一样 他不是只穿这种 他们传统的中东的服饰 他甚至有穿西装 戴墨镜等等 感觉好像是一个进步的象征 跟西方世界靠了 但是却在同一年 2018年发生了这一起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华游的这个记者哈绍吉 在这个沙兔地阿拉伯驻土耳其的这个使馆呢 遭到杀害 然后这个遗体好像也至今找不到 但是呢 最后只起诉了多名沙兔地阿拉伯的特务 也没有针对案情有什么说明 甚至这个哈绍吉的儿子 还被这个沙兔曼说 我们就是很抱歉 那我希望你能够来这个我们宫里面 就是慰问你 他这样讲的你敢不去吗 可是去的就死路一条法 他就是做一个样子 做做公关 然后最后他是 他儿子是没事走了 但是这个心理的创伤还是很大 我爸爸被你害死 然后我还要陪你演出戏 真的 所以他就是这个国际的声望 整个是下来了 有这个人肉屠夫之称 好那我们讲到说 其实这个新冠疫情跟俄乌冲突 其实也是对于沙兔地阿拉伯有些影响 因为这个国家 国际油价是整个往上升的 那我们讲到就是拜登就是 有让希望他说能够增产等等 他没有要理他 反而是邀了习近平访问 然后也庆祝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胜利日等等的 让这个沙兔地国家石油公司去年的获利是往上升了 感觉是没有叫再管你美国这边了 叫西瓜伟大兵 他要走出自己的路 他可能是他的说法这样子 好那我们提到这个沙尔曼就讲到说 他很这个有点血腥啊 人肉屠夫但是他有一些其实是跟沙兔地阿拉伯的一些王子的习惯不太一样 他呢不抽烟这还蛮好的 不抽烟然后也不晚归甚至说沙兔地阿拉伯 你可以合法娶 娶四个太太但是他只有一位妻子 这方面是比较是我们理解的西方国家社会的这种观念 他是这方面是比较符合的 但他还有做一些沙兔地阿拉伯的改革 所以有部分的沙兔地的民众是觉得说 好像他会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比如说他有提出一个沙兔地2023的愿景 要针对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娱乐来做一些这个改变 像比如说他要再花5000亿的美金打造一个超级城市 已经在2030年能够完成 另外还有在体育赛事方面 他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 像是2021年收购了这个英超的一个球队 那卡达士族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 他把阿根廷踢走的那一天 虽然说最后阿根廷还是赢了 但是赢他们实在是太厉害了 全国放假一天 那他有办LIB的高尔夫的巡回赛来吸引选手 另外他针对女性的平权也有做一些改革 然后外交政策是向东看 也就是这个向东就是向中国大陆 那所以说沙兔地想要在自主独立性这方面 都要有所提升朝这个大国来迈进 那我们也请到了专家 是这个中兴大学国际政治所的崔敬奎副教授 来帮我们分析 这个沙兔地阿拉伯为什么对美国会开始有的怨恨 美沙关系的改变 就是其实他最主要受到一些很重要事件的影响 那这些事件其实都跟拜登总统 还有就是拜登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 他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些想法跟理念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拜登他其实非常强调跟重视人权的价值 然后他常常提到就是说 在他的外交政策演说里 他提到说美国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 有一些很重要的价值理念是不能够被偏废的 像自由民主人权 拜登上任以后 他很强调跟重视这些传统的美国价值跟理念 那所以如果反映在就是美国对中东 或是对沙奥地亚伯的政策上面的时候 特别是我刚才前面提到一些重要事件 包含就是那个哈少吉的事件 还有沙奥地亚伯在夜门内战里头所扮演的角色 最近的话又发生了另外一个事件 另外一个事件是我们知道 因为相关疫情 还有就是乌尔战争 导致就是很多国家面临很严重的通膨问题 那美国也不例外 美国的通膨大概是去年的数据大概是百分之八点九 就是至少百分之八左右 那为了要抑制这个通膨的状况 所以拜登政府很希望能够透过 就是石油的增产来压低 就是美国工业的油价 减缓民生的那个经济上面的压力 所以他很希望沙奥地亚伯 能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沙奥地亚伯 毕竟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里头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国家 那甚至为了这个议题 在去年的夏天的时候 去年暑假的时候 还访问了中东 访问了沙奥地阿拉伯 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是 如拜登政府所愿 因为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在十月召开的会议里头 非但没有就是做出增产的决定 还做出了就是减产的决定 这等于说 重重重击的就是 美国政府还有就是拜登政府 而且加上当时候 其实美国正面临 其中选举的那个就是压力 所以执政者很希望 能够在这个经济议题上 能够获得选民的支持 等于说这个美沙之间的 紧张关系也衍生到 就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部分 所以两国之间关系的那个发展 它其实是有受到很多事件的 那个影响 它涉及到美国跟中国 这两个强权国家 在中东地区的权力竞逐 它有一点点像中东版的 就是地缘政治竞争 因为我们知道美中之间 最主要的竞争可能发生在印太地区 那沙特阿波其实 它会影响的关键就是 这两个国家 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上面 那因为最主要也是因为 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 就是美国认为现在最主要的议题 或是国际政治的重心 就是美国开始转向在印太地区 可是所以它也逐渐减少在中东地区的驻军 或是对中东地区事务的持续的关注 不再像过去这样 那也刚好就是因为这个一销一掌 就是当美国的势力开始渐渐 就是下瓦或是转移它重心的时候 中国刚好伴随它自己国家经济的成长 然后就是插足中东 所以它其实是发生在一个很微妙的时间点 那我觉得 其实沙特阿波它也掌握 也利用了这次的机会告诉美国 就是说 其实在整个中东地区里头 沙特阿波是有它外交的自主性的 它并不见得一定要完全依靠美国 就是它其实还是可以就是寻找其他的 就是伙伴或是同盟的国家 譬如说像中国像俄罗斯等等的 所以它也掌握这个时机点 然后像美国释出这样的那个政治讯息 好我们看完沙国之后 接下来要讨论是在空中飞的交通工具 因为最近大家都常出国 所以你知道你自己做的是 波音还是空中巴士吗 对很多女生来说可能没有这么理解 因为对这种交通工具的这种型号不太懂 好其实波音跟空中巴士 分别是不同国家的制造出来的 波音是美国的生产制造公司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飞机制造商 市占率也是最高的 那空中巴士就是欧洲的飞机制造商 那我有查一下 因为最近新语蛮夯的嘛 新语就是用空霸 它不是用波音 但是张国伟是波音迷 为什么呢我有查了一下 我真的还蛮有兴趣的 因为新语刚开始在创业 所以空霸的溢价空间比较大 所以就算是波音迷的张国伟 他都必须要小小的舍弃一下 自己的这个兴趣 好那我们就来仔细的讨论说 空霸跟波音之间的比较 但是我必须说 现在空霸蛮厉害的 我们先看到右下角这一块 2023年第一季 他们这个交机127架 那他的订单有一个震荡的状况 但是市场对于新飞机的需求 还是非常强 因为马上就复苏了嘛 因为疫情结束 那旅游开始盛行 就需要用到飞机 那也看到说空霸 其实在今年的订单价数上面 已经超越了波音 所以大家就开始把这两个飞机拿出来做比较 好我们来看到底起源是什么 其实原本在1970年代 世界的航空业 美国的这个波音是占了80% 市占很高 很高 那其他的就是法国跟英国 都只有10%以下 还有其他 但他们觉得不行 跟这么美国这么大的比起来 我们一定要有所突破 所以他们全部联合起来 德国 英国 法国 西班牙 共同创立了这个Airbus 要来抗衡波音 那在1973年到2015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有2000多架的民航机 你看波音就占很多 对不对 但是这件事情后来有一个反转 好我们来看2004年 这两家公司 对于中国大陆的市场 其实都有一些布局 那我觉得空霸 后来激起直追很大原因 就是它在中国大陆有布一个产线 有产线就是不一样 对 所以其实波音是没有的 大家就说你波音太傲慢了 所以你不在我们这边 布产线才落后 所以这个可能是两个在中国大陆 一个突然跳跃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看年代是在2013年的时候 空八就已经超越了波音 所以这一年是一个关键 是 好那空八抢下订单之后 它就开始要做一些技术合作 还有建一些基础设施跟组团 对 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空八的市占率 也是慢慢越来越高 但问题是中国大陆其实蛮厉害的 我们常常听到有三个字叫 养套杀 我觉得有点是类似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专家会分析嘛 说现在空八在那边有产线 对 然后呢中国大陆 当然很希望你来我这边 我可以稍稍的学一些技术等等嘛 你看哦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在4月5号到7号的时候 曾经去过中国大陆 然后当时就有160架新机 获准生产哦 这算是一个很大的订单 那也包含是美中关系比较恶化 所以呢 空八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就可能比较选择欧洲体系的这个空八 这都是一个问题的显现 变成现在的结果 政治因素导致 所以政治真的会影响很多 所以大家不能说不关心政治哦 好那我们再来看哦 他们这个批准生产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150架的A320 然后10架的A350 然后50架的直升机等等的 甚至他们也开始合作一些 有序的航空燃料 在天津也开设了第二条的 这个飞机组装产线 而听起来觉得哇 空八蛮厉害的 有掌握到中国大陆市场 但我刚刚不是就讲了吗 养炮杀 先养你 再套住你 最后杀了你 为什么杀呢 因为他们发现哦 中国大陆有一个自制的飞机 叫C919 结果它跟空八在天津组装的A320 一模一样 这个不是我讲的哦 这个是纽约时报报道说的 所以它把产业链组装 拉到中国大陆之后 它是不是学了中间的核心技术呢 然后最后把这些技术学完之后 我就可以生产自己的啦 然后你就可以滚了 是不是有这样引用了 布局了 我不知道 但是 这是有可能的剧情 我觉得如果中国大陆是要崛起的国家 这件事情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波音也说 这样可能是是福不是祸哦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